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咱们飞机的心脏病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的 你最大的速度爬升 出道 是非原是刀身上的武者 让平线的战员能够无忧虑作战 放下你 让平线怎么样 快上路 卷起来 我都要飞 是非原穿的服装叫抗赫服 就是对抗载荷的衣服 是非原在驾驶过程中 身体会承受数倍于体重的载荷 一般情况下 过山车的载荷不过4G左右 很多人就已经出现了呕吐 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 而是非原承受的载荷甚至能达到9G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仅凭借是非原过硬的身体条件是不足以抵抗这种载荷的 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黑市 意识丧尸甚至是脏气位移 所以 抗赫服应运而生 抗赫服像是非原腹部和下肢加压 从而保证头部的循环血量 保持清醒 只得进行正确操作 当男生们第一次看到隐身战机 我先进行正确 希望你从谁的声音 抗赫服 我见不得我身口的经理 谢谢大家